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魏力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 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 放疗越来越精准 放疗的副作用的发生率 以及严重程度也逐渐降低 放疗的副作用呢 主要是因为照射部位的正常器官 受到一定的辐射 而引起的一些不良反应 例如照射胸部可以产生放射性肺炎 患者会有咳嗽 咳痰 个别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气短 照射抚盆腔的病人 他会出现放射性的肠炎和放射性的膀胱炎 可以出现腹痛 腹泻 尿急 尿频 在例如照射四肢软组织肿瘤的时候 可以出现皮肤 皮下组织的显微化 出现四肢关节的僵硬 另外呢 放疗还可以产生一些全身的症状 例如白细胞降低 皮乏无力 纳叉等等 请大家还要注意 要记录每个不良反应的发生时间 以及它的严重程度将详细情况报告给你的主管医生 主管医生会对这些表现进行分级评价 以及给予正确的治疗指导 最后提醒大家呢 请大家不要担心 放疗的副作用呢 也是医生在制定治疗计划的时候 随要考虑的内容 我们是用轻的放疗反应 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肿瘤控制 另外呢 患者的个体差异也比较大 随着放疗技术的改进 以及合理的治疗 不良反应的发生越来越低 那么有些患者甚至没有感觉到不良反应的出现